來講到的就是這件事情 最近大家新聞有報 這個不講真的不行 現在說抓到了一個男大學生 找到了蘇啟成前處長的兇手 害死他的兇手 原來就是一個男大學生 好 警發查到了 這個尤信的男大學生 9月6號在PTT上頭發文 發的文章就是那一篇什麼 什麼大陸的車子 進到關係機場來救人如何如何 打電話到這個辦事處 沒有人接台灣 沒有辦法幫忙 只能靠大陸脫困 好 就是這篇文章 找到了文章 確定了日期 看到了內容 現在也說抓到了人 好 照理來說 依照民進黨的邏輯 害得我們謝大使這麼慘 害得民進黨這麼慘 害得外交部這麼慘 連蔡總統都要出來說話 還弄走了一條人命 這一個尤信男大學生 不判個幾年怎麼行 但沒有想到 因為社違法裡面相關的規定 就是說這個南大學生的發文 並沒有直接影響到 當時人在關係機場 台灣民眾的生命安全或說財產 所以就裁定免罰 好 這個免罰裁定一出來 本來已經高潮的民進黨 馬上玻璃心又睡滿地了 為什麼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替死鬼 怎麼可以讓他免罰 因此好多人出來講話 先講到的就是謝長廷 他說 這個南大生的內心 難道不會自責不安嗎 看到他發了這篇文章 害得我這麼慘 害得蘇前處長丟了性命 害得民進黨外交部蔡總統 被罵得跟豬頭一樣 大眾會自我警覺而檢討嗎 會不會以後所有人都這麼幹呢 另外我們的外交部更可笑了 說對於法院的裁定難以接受 感到遺憾憤怒 甚至還說要想辦法提出救濟 一個外交部 一個駐日代表處 整個民進黨政府對付一個 南大學生 在網路上肉搜他 起底他也就算了 居然告訴我還要提出救濟 這是哪一招 難道你們謝長廷跟吳道謝 把實我責任推到一個大學生的身上 你們就可以拍拍屁股 脫身了 脫身了嗎 敬平 謝長廷跟吳釗謝都是廟堂之上 剛剛講的兩個大官 但是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看他們的心態跟這個面臨民眾 和媒體的質疑和批評的時候 完完全全沒有一種認真 檢討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而是不斷的說 這個關係離北海道 關係離東京 距離多遠多遠 然後多久時間才能到 諸如此類如此雲雲 當然在之前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旅客受困 外交部損失了一名 這樣一個優秀的處長官員 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情 但是如果民進黨政府 從外交部 外交部長吳釗謝到 謝長廷 這麼英明偉大的駐日大使 這樣的一個駐日本的 中華民國代表 能夠負起責任 認真去檢討自己的心態 真正的問題核心在哪裡 請問你 你把時間用在去抓一個網民 這個南投 住在南投的這個大學生 他有沒有在那個時間去日本 有 他有沒有在那個時間去關西 去大阪 有 他回來發了文 然後事後 剛剛我講的 造成這樣一個後來這個事情 這個輿論 沸沸騰騰 請問你 大陸有沒有拜託日本的官方 然後或者日本的航空公司 或是當地的這樣的一個 能夠失源的單位 派車子進去接人 有 有這件事情 從發生事情一直吵到現在 幾個月 半年以來 飛沸揚揚的 媒體和民進黨的 親民進黨媒體一直在找說 到底是哪一個國家派的車 哪一個國家出的車 有沒有車 有沒有車 一直在爭執說有車沒車 還是哪一個國家 有派是哪個國家沒派車 有沒有人 或者是有沒有接電話 大白辦是如何如何 我覺得你在爭執之間沒有用 當然也不是說要拿女婿跟對岸比 或是拿女婿跟日本 去跟韓國跟世界其他各個國家來比 而是你自己在那種服務的心態 有沒有說一定要 這個將心比心的第一時間 到現場去了解狀況 不只是你謝長廷本人 或者是吳釗憲 你動用所有外交部的 駐外館的這個資源 而不是在事情發生了之後 你上窮必落下黃泉 一定要說這個假消息 這個是假新聞 然後去上網去抓 好不容易告訴我們半年以來 找到了 銅手在這裡 抓到他 請問你人是他殺死的嗎 現在民進黨立委還講說 輿論殺人不用負責嗎 我真的覺得從2002 2003年 香港的這個媒體 所謂的狗仔隊進入台灣以來 所報過了多少新聞 包括民進黨自己的民意代表立委 還有所有的從政的這些公職人員 所透過媒體去指責對方 所造成的輿論殺人 這樣的效應還不夠嗎 歷朝歷代 不管是藍綠執政的政府 都曾經經歷過 不是只有這一次的 這個大阪辦事處的處長 所遭遇到的這個事情 或者是外交部 還有謝長廷所遭遇到 但是我看到了謝長廷跟吳釗燮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有一句俗話講 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就是說我完全好像一副 自己悶著心 問心無愧 然後所有人對我的指責 千夫所持 我還是覺得好像擺出一副 很無辜的樣子 然後又說到那邊是如何的 如果是真的這個樣子 事發之後 謝長廷你為什麼要 直接趕到北海盪的機場 你做這個動作是幹嘛 是馬後炮嗎 還是事後諸葛 那你根本不需要 你為什麼不在事前去 我就舉一個例子 上個禮拜我一個朋友 到紐西蘭去做一個 全速交流 結果後來沒想到 當時他碰到了紐西蘭的機場 也是一樣發生的火警 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撤遺了 後來到5月12點多 所有航空公司各國都可以 把旅客接運走 就剩下我們國際航空公司 沒辦法 所以棄了300多名的台灣的旅客 在那邊打電話給駐外管處抗議 當時紐西蘭奧克蘭的一個駐外管處 接到電話就一直不斷的 有電話聯繫 說解決了沒有 怎麼樣 沒有說要去機場關心 當然旅客都有情緒焦躁 不爽 最後還是沒到現場 只是整個狀況解除了之後 打一通電話 情況危機解除了是不是 OK 好 就這樣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是 外交部的人員 在這一次事情之後 包括外交部長 包括謝長廷 你有沒有想過你們的SOP 你有沒有想過你們自己 作為一個大官 你們真正應該面對輿論 質疑你們的時候 檢討方向再來 而不是去抓一個網民 來做一個記旗 然後來當一個替罪羔羊 就可以出氣了嗎 滿佩服民進黨的 那個事情發生在9月 9月4號 9月6號 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 整天搞反中台獨的外交部長 不換 整天搞核實 然後欺負台灣慰安婦 漠視台灣人權的駐日代表 不換 你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抓到了一個大學生 好不好笑 法官還是不法 民進黨沒事幹是不是 台灣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動用了那麼多的司法 跟行政資源 只為了把這個PO文的大學生 給找出來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現在在台灣執政 就是剛剛你講的 廟堂之上的這些高官們 每天在做的事情 你早早的把他換掉 不就沒事了嗎 你早早的把他換掉 不就沒事了嗎 不換 讓他繼續搞台獨 搞反中 不換 讓他繼續猛爆熱門大腿 然後花那麼久的時間 用那麼多的資源 找到了一個大學生 然後呢 找到大學生 我們就會忘記 當時是誰 把蘇啟成前處長 拖到媒體前面 讓媒體來攻擊 讓鄉民來攻擊的嗎 我們都不會忘記 因為真的 把人拖出來的那個 就是謝長廷 有敗有真相 我們不做假新聞 敗準備好了吧 我們就要聽一下 謝長廷當時怎麼說的 如果說要道歉錯 要看哪一點 我剛才講 大阪服務處 大阪辦事處如果是錯 大阪應該道歉 大阪應該道歉 但是外交部在查 大阪是屬於外交部 任命的 他要去處理 我們從頭到尾都衝著你 謝長廷來 因為你是諸如此代表 你的屬下發生任何的事情 不管是政治責任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都是你這個長官要負責 但事情發生之後 你從頭到尾都在推卸責任 你應該負責長官 從頭到尾都把責任 推到下面去 推到大阪辦事處 他做得不對 他要道歉 你們打去找他 他不是我管的 是外交部任命的 不關我的事 距離那麼遠 我也飛不過去 所以是你這個長官 把部署拖出來 是你這個長官把人給害死的 是你把壓力放到了處長身上 不是這個網友把壓力 放到處長身上 拜託 拜託 搞清楚 袁芸汁 對 沒有錯 謝長廷真的很可惡 就是由他率先出來帶風向 把這個做吹給大阪處長 而且我這邊有一個 當初網友的一個PO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網友叫IDCC 這篇文章其實跟蘇啟成之死 更有關係 怎麼說 你看他的第一段 首先昨天大阪空港的事蹟 就他們第一時間 就有收到住日代表處查訊狀況 後來清查的結果 滯留公港的 你從第一段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他不是在 住日代表處做事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知道 這麼細的訊息 這是第一個 證明PO文的作者很奇怪 再來我們有這個框框框出來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開始要把這個風向 導到是大阪辦事處長蘇啟成的問題 才導致整個風災後面沒有處理 譬如說他說什麼 他說大家可以看到 大阪駐日代表處態度 的確很惡劣 爛就是爛 爛到不行 爛到該死的地步 該死都講出來 這個網友要揪出來 對 沒有錯 趕快去抓 把他抓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幫謝長廷脫罪 還故意講小夫 好像跟他不好 故意用了一個小夫 他說小夫完全管不到 大阪駐日代表處 還寫三遍 因為很重要 所以寫三遍 這就開始幫小夫脫罪 下面開始拖到國民黨了 開始牽托國民黨 大阪辦事處這些人 就是十幾年下來 跟那些國民黨派去 不會說日文的駐日代表一樣 是一群垃圾的老油條 講難聽一點 叫做黨國餘孽 所以這個網友IDCT PO這個文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懷疑 他就是助治代表處 謝長廷帶的風向 不然為什麼他會知道 這些訊息這麼清楚 這是第一個質疑的地方 第二個 完全在幫謝長廷脫罪 說他管不到助治代表處 說他沒辦法打 大阪助治代表處的烤雞 然後最後開始說 大阪助治代表處是 國民黨的黨國餘孽 而且說該死 說這個辦事處該死 好 大家看起來是不是 這個網友跟蘇啟成 支持比較有關 我跟各位講 9月17號的時候 我跟台北市的國民黨的 議員當選李明賢 我們兩個看到這個很不高興 我們去台北市的刑大 去檢舉的這個IDCC 用的是同樣一個法條 社會秩序維護法 以一模一樣的法條 去檢舉他 結果我剛才跟李明賢確認 警察局有沒有跟他說抓到 沒有 結果警察局抓到誰 尤信大學生 尤信大學生抓到了 這個更離譜 IDCC沒抓到 這個不用抓 他叫大法辦事室去死 說他該死 這個不用抓 結果為什麼一個抓到 一個沒抓到 很簡單 因為尤信大學生 是民進黨的替死鬼 IDCC是幫謝長廷脫罪 帶風向的幫手 自己人 所以自己人我當然就 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施案 可是替死鬼趕快抓出來 結果被法官 被檢察官打臉 結果還要說是檢察官的問題 謝長廷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有多可惡 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 蘇啟成好像是9月14號青森 9月14號青森之後 謝長廷隔天還要出來 開一個記者會 去幫處長報區 做大家都誤會這個處長 一開始就是你帶風向 還跟網友聯合 結果你還開記者會 剛剛訪問我們都播了 一開始就是你在帶風向的 謝長廷 結果人家親身 你要出來裝好人 說你們都誤會他了 怎麼樣就blah blah blah 後來在9月19號 傳出來一件事情 說這個處長在9月10號 已經寫了一個檢討報告 已經外交部已經要 找他做替罪羔羊了 他已經說 他檢討報告已經寫好了 就是說我的確有 帶乎職守地方 但10號報告交出去 14號青森 15號謝長廷出來說 不是處長的錯 你為什麼要叫人家 寫檢討報告 你為什麼要叫人家 就是說自己的錯 所以完全民進黨 都在玩兩面手法 大家看這個過程 有多麼可惡 剛剛佑正也講了 民進黨敗選之後 到底民黨做什麼事情 檢討報告寫洋洋灑灑 什麼經濟不好 沒有接地氣 講了半天 檢討報告寫得很漂亮 可是你們做了哪一件事情 你們只做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抓到游信大學生 這是你們做的 第二件事情 民進黨要把假消息 假訊息入法 總共針對13項法案去修法 只要以後有平台發現 可能這個訊息是假的 你就要主動去下架 否則你就要負連帶責任 這個多麼恐怖 拜託這平台像雅虎 Google 他怎麼知道這個訊息 是真的假的 如果按照民進黨的標準 遊信大學生的訊息就是假的 IDCC這個網友的訊息 就是真的 平台要怎麼去確認 有利於民進黨的 這個有利於民進黨 幫小夫脫罪 然後指責大阪辦事處 曾新聞 這個罵謝堂廷跟 助日代表處 假新聞 所以言論 自由完全就是控制在 民進黨的手上 其實這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13項法案 假新聞入法 這個部分我覺得 大家一定要密切關注 來 這個學生 他的PO文有沒有問題 我們必須說有 確實有 因為他當時人在日本 可是看起來他應該沒有受困 再來他其實也沒有打電話 到大阪辦事處 或說到助日代表處 因為現場聽說 我們沒有接到這個電話 這個大學生好像也承認了 所以這個大學生的發文 內容確實有問題 因為他沒做到 但他發文講出的這個事實叫做 中國大陸的人派車 來把他們的人載走 順便把台灣人也給救走了 難道是假新聞嗎 基本上這件事情不是假新聞 我們討論很多次了 沒關係 既然現場聽愛辯 我們就拿出來跟你再辯一次 依照助日代表處 跟民進黨的邏輯是 我管你那麼多 只要你中國人 跟中國領事館的車 沒有開進關係機場 就不是你救的 你就沒有來救人 好 太好了 一樣的道理 我們台灣過去 跟好多國的警方合作 抓境外的通緝犯 跟菲律賓警方合作 菲律賓警方幫你抓了那個人 回到台灣 你台灣警察部也說 我的功勞 我抓的 按照你民進黨的邏輯 以後不行 都是菲律賓警方做的 因為跟你沒關係 不是你去抓的 我要告訴你的是 因為中國大使館的車進不去 所以他們協調日本機場 幫我把人載出來 我再把人給載走 台灣一樣 我不能到菲律賓抓人 所以我拜託菲律賓警方 幫我抓到人送回台灣 是不是算警方的功勞 是嗎 所以中國大陸有沒有救人 有 這還有問題嗎 謝謝唐婷 休息一下忙回來